今天我们来到了温哥华西区 看一个新项目W28 BC省政府最近除了不少规划的新政策 很多土地都会开发成公寓 或拆分成密度更高的住宅 在温哥华城市屋将会越来越罕见了 W28在Oak街和Candy街的中间 走入10分钟就能来到Ping Air的天车站 10分钟的步行距离就来到了最初的旅广公园 它的效望非常好 走路不到10分钟 来到了Emily Carr这个小学 走路15分钟左右 就来到Eric Campbell中学 这个中学那就厉害了 政府投入了9000多万的硬件软件上的升级改造 W28南面是儿童医院的停车场 那里还有个妇产医院 是新生命诞生 希望之所在的地方 W28和停车场隔着条林荫大道 环境优美安静 现在来到就是W28的现场了 在这个新的独立屋旁边 就是未来就是20个城市屋就在这个位置 那对面这里就是儿童医院 你看吧 后面这个位置其实是停车场 然后这一块都是绿泥巴 W28除了它的地段有优势 它的户型非常弱 A户型是1400多尺的一个室内面积 每个单位都是停车照顾 从这停车位直接来到了Base 这次能有两个前后的官员 在这进入以后就是一个厨房 餐厅的位置 那么这间更宽的位置就是一个客厅了 这客厅布局设计有水平 稍稍修改了楼梯方向 就得到了一个四四方方 有完整独立空间的客厅 意大利Base Chair 项目呢将会于2026年的夏天会完工 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路呢 都不是儿童医院的停车场的入口 所以这一条路呢是没有这种traffic 就是没有交通上的问题 会很安静 你看就到这个位置位置 一个纯内街的环境 温哥华市的建筑密度会越来越高 连排别墅注定会越来越少 你会怎样选择呢